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由本院选择一家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 刊登本判决主要内容 刊登费用由被告陈红荣负担 之前被告陈红荣通过其今日头条号猪肉绒的文具店 发布其撰写的文章 文章多处内容存在侮辱 贬损和捏造 侵权发生后 律师代理周比畅与陈红荣进行交涉 希望其删除侵权文章并向周比畅赔礼道歉 但陈红荣未做任何回应 2016年2月 律师代理周比畅 将陈红荣速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